大飛翰天下 這一次的俄羅斯和歐克蘭的戰爭 令到世界分了兩大陣營 當然現在在所謂的中俄陣營裏面 中國習近平就成為了老大 在今年裏面他不一定會登頂 登頂的意思就是他會成為了這些國家的共主 無論是中亞的國家就像吉爾吉斯 阿薩克這些 全面這樣由俄羅斯的小弟的兄弟變成了習主席的兄弟 所以他在一個中亞今年的中亞峰會 就邀請了這些人全部參加 甚至就是一帶一路第三次的會議 也都要求普京參加 而在金豬五角上高 巴西的羅拉已經想著240人組團去訪問北京 那南非擺明就是小弟未計非盟兄弟 全球已經分成了兩大派 尤其是這一次的普習會 普京和習近平在這裏已經將 明明是大哥的變了年輕人 而習近平已經成為了共主 今晚一人不閉嘴都會繼續講這個問題 在這裏也都要講就是西方國家 中國得一也都失了一 為什麼會失去這一一 就是現在西方國家已經認定了中國 就是支援俄羅斯 俄羅斯現在已經變成了戰犯 比全球通緝的情況下 習近平金毛大不韋 依然訪問莫斯科 不單止是布林肯德國法國英國整個西方國家的陣營 尤其在日本的大領下已經對中俄這兩個國家展開了一個冷戰 就是已經加速了脫歐 之前中國還打算挑撥歐洲和美國的關係 事實上當日壓住默克爾上高 做到他要做的效果 當日的金馬雷或者之後各國都包括梅伊在來 他們忙著脫歐 希望中國的市場有助英國走出去 所以在那時候 習主席都是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時而西易 因為俄烏戰爭 真正威脅到的就是歐盟 歐盟的安全 過往跟中國習主席 似近還遠這些關係 歐盟他們最大 最大他們不滿的就是美國 想從美國手裡面走出自我的風格和獨立 尤其在國際的事務和政策上高 和中共是不謀而合 所以過往如膠似漆有段時間 但是俄烏戰爭之後 整個西方文明國家已經看出了 俄羅斯的野心 更重要的就是 中國站在俄羅斯旁邊 那就是大家沒辦法談 所以你看到岸田文雄 所謂的大國方法 不是你土地大 不是你人口多 不是你市場經濟夠 而是那種旋風式的做法 也都令到舉世這樣支持 你看看岸田文雄 見敏錫月 之前飛去見拜登 最重要的跟阿爾巴尼斯 跟著見莫迪 去到哪裡都代表歡迎 這個不是派錢那麼簡單 有一個共同價值觀 整個世界已經認清楚 就是極權和民主體系之爭 現在由岸田文雄 在沃蘭打向了 正正式式的第一槍 實際上 他援助沃蘭 他所有的資金到今時今日 已經是71億美金 其中最新的4.7億美金 5億都是用於和平 或者災後重建 無一是軍火 無一是子彈 這個就是日本 日本在這一次 他也是最後尾 就是G7最後尾一個領導人 訪問沃蘭的 他是G7今年的常任理事局 他在這裡 他不停地把印度拉起來 你要明白 如果印度加中共 基本上就是等於全球 差不多四分一的人口 或者更加多 不只是三分一的人口 就是三分一的人口 親極權的話 這樣這個世界就很難做 所以他甚至在G7會議上 哎呀印尼 印度 作出了今年的五月份的邀請 因為到時你們都來了 而在這裡 大撒幣 大量的資金技術 湧入去印度 甚至東盟國家 七百五十億美金 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但是這個規模 如果是技術層面的話 就是多 如果用基礎建設來講 債少 安田文雄做法 就是直接這樣 將全世界兩大的陣型分割分開 而日本走出來的角色意義重大 他做了一個帶頭作用 也都令到韓國雖然在美國的支援下 也都得到日本 日本強力的和解底下 兩個國家破兵 這個是我經常都說 中國是最不願意見到的 因為印太地區 真正有技術力 有科學發展觀的就是韓國 結果都走向敵人那邊 世界已經割分了兩大派 以中國為首的 這一種叫做極權體系的 已經擺了出來 這個陣勢已經等於當日的蘇聯 華沙公約組織 而西方已經全部團結一致 即使你釋出多少的善意 因為其實俄烏戰爭已經令到西方的人看得到 即使你中國不停地說 哎呀我是中立的 但是布林肯剛剛才說完 你不是中立 只要你不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話 你何來中立 布林肯已經為中共這樣判了一個極刑 就是你就是極權 你只會和俄羅斯走在一起 而拒絕西方國家 拒絕了由G7制定的第二次世界秩序的國際規矩 所以現在最主要的就是 不停地有一種聲音出來 近幾天就是日本取代俄羅斯 成為聯合國五大理事國 這種這樣的論調 當然了大紀元發了 但實際上西方國家已經陸續這樣 就是說希望岸田民和日本取代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已經違反了聯合國的憲法 他是安全理事會的一員 但是他就違反了聯合國制定 他自己的蘇聯就是前身 有份制定的國際公約 所以現在甚囂塵上 那當然了 一票的否決權 和兩票的否決權 包括中國 西瓜靠大便 如果真真正正在俄羅斯國力力 或者西方國家是不理你的反對的話 這樣日本就會替代俄羅斯 世界已經變得不一樣 中國和俄羅斯抱斷 這次的會議當然中共是不希望這樣做 只是想我是和平使者的 你們不要誤會 但是結果整個西方國家就告訴你 我不受 今晚一人不收聲 再深入點探討 中國的困境 和習近平已經權傾天下 已經成為了全世界的權國家的No.1 拜拜